在雙方今年球季的前面七場 這是最後一次的對戰 前面七場的交手呈呈現一個蠻特別的現象 這是Jordan的切入得分 前四場比賽 前半段當然你過度移動 這樣子的結果就變成你在後半段 你分路球員 能夠顯接上的速度就稍微慢了一點 對 好球 白小型的 都是封線型的球員 錢肯尼貼上去但是被Jordan打 更加聰明 對 在底線是Jordan Chapman 投進了三分 對 而且如果對方最高是林耀宗的話 這樣的強勁切入看起來蠻合理的 自己的吳松蔚 也有個蠻明顯的圓翼呢 這邊越好其實遠路共同 尤其是在曾文廷的傳授之下 二房東的視野越來越好 這樣球進 吳松蔚要防守 還是沒有變成真正的純職業化的話 那他事實上也可以變成所謂的 Plast League的這個農場 Hicks能投能切 最主要他在防守端 他在整個內線 防守的一個股房 跟籃板的恐怖 他現在是夢想球 不過身體 在空中經過身體的碰撞 好 喔喔喔喔喔 Jordan 就像楊敬敏或是林志傑 兩人的狀況都考得還不錯 裡面他絕對是最重要的林明球員 是 因為他就是所謂的File Motion 所以我覺得楊勝贏當然 他的身體素質其實非常好 當然未來 在一步之後 9點的中距離 照樣進 能力在這個三分線外圍做到投射 切入 甚至是組織配球的這個功能 也許你很得慌 對 如果我煮到這次回合 他們是時候 他就不幫助 他的所謂 保留 他最主要是 他最主要 我已經在店裡 他最主要是 他最主要是